中所周知初三 可以说是德云社演员们的一个坎 特别是云字科 从小就开始跟师傅学艺 没上过几年学 英语对他们来说就像天书一样 但在近日饼扫 在视频平台晒出一段视频 要进行夫妻一日英语挑战 全天都要用英语交流 烧饼则直接表示 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直说 老刚咱们今天一天都用英语讲话吧 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你都不说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身体还是非常的诚实 不得不说还得是相声演员 虽然不会说 但我们可以自创 当饼嫂问烧饼在干什么 烧饼则直接说在墨豆 还自创英语墨豆机 把美式咖啡直接翻译成beautiful coffee 不得不说 夫妻二人英语对话实在是太欢乐了 笑翻了一众网友 特别是最后的疙瘩汤 不少网友都听成了郭德纲 网友一脸萌 晚上吃郭德纲是什么鬼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烧饼这是用尽毕生所学 才能应付跟饼嫂的夫妻一日英语挑战的吧 你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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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磨豆 磨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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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喝一杯咖啡 可以喝一杯咖啡 呃 35 一杯咖啡 可以喝一杯咖啡 这位顾客太比喻了 你怎么都废话了 哈哈哈哈 我还想喝白白 不免费 不免费 我还可以 美丽的咖啡 哈啰 玩磨 35 今天我们要吃晚餐 I want to 呃 那个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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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鸡 什么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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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hren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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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丙哥在家不少网友表示 丙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毕竟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演员都养了 小剧场节目单每天都在变 让不少粉丝们担心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好奇 快到年底了五队 有什么安排 跨年专场可能够呛了 但是小剧场的跨年专场 不知道会不会有 还有就是今年的大风香会不会安排 真是让人期待